古今病亡后俄罗斯只有短期的大乱内乱和俄罗斯的结局 当然会出现俄罗斯很多人尝试与美国、西大国勾兑 我相信这种人物会有 古亡后习近平会陷入极度恐惧和危险 那么中国的习近平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就有三个半部 第一个是伊朗第二是北朝鲜第三是现在的沙特 那半个我就不说了我不相信这三个任何关系是狗狗 中国让进入了孤立的状态 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发展中国家和亚非拉的声音 这种流氓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无论是从南美还是从亚非拉还有这个9月底 我相信在欧洲和南美将有无数个国家站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先生和中国人民将再次被孤立在世界之外 比北朝鲜还会非常的惨 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给世界的威胁是威胁全人类 没有一个可以信念 所以说苦亡之后的世界会走向一个真正的乱世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共产党肯定完成 俄罗斯的灭亡将彻底地改变世界